过了一夜风雨 爱辽溪水暴涨 也造成通往乌台乡的台24线道路 沿路有许多路数倒塌 多处汤坊 公路总局以乡公所派员进行封倒数的排除工作 国军也出动协助 昨夜的豪雨造成台24线共有六处发生土石汤坊 目前交通中断 我去看一下部落里面的怎么样 你要去哪个部落 沉山 雾台 公路总局目前调派重机具进行土石清理 预计下午五点前就可以恢复单舰通车 河温椅上到级路这一段 我们预计大概是今天下午五点之间 可以完成单舰的抢通 煤济台风中心虽然已经远离台湾本岛 但南部地区仍有间歇性的雨势 公路总局提醒用路人 在台24线道路尚未抢通前 避免进入山区 记者各社 评论舞台采访报道 好 好